全球現場這一節的消息要帶你來看到 是中國大陸第三艘的航空母艦福建艦 目前正在進行的是各種不同項目的海事 而大陸官媒央視軍事最新曝光了一段福建艦的影片 藉著訪問艦上的官兵 讓大家一窺內部的狀況 我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統 是航母形成作戰能力的核心支撐 二號碑 隔離飛機 好 可以看到這畫面 這個是影片當中受訪的是大陸福建艦艦上人員高峰 他在三艘的航母 包括了遼寧艦山 東艦以及福建艦都有曾經上艦服役過 這個影片一曝光他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統 是航母形成作戰能力的核心支撐 另外影片的後半段則是特寫福建艦艦上的電磁彈射系統 這是由大陸自主研發的彈射系統 是為了要強化福建艦航母戰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 說到這個軍事國防的部分 現在聚焦相關話題的就是重要的論壇 北京香山論壇 從12號到13號為期三天在北京舉辦 而其中當然台灣議題就成為了美中之間 不管是軍事高層或者是相關的學者的一些討論的重點 而在昨天的時候大陸的國防部長董軍 他相繼接待來訪的外國軍事的首長以及高層 他並且表示將軍事合作的關係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要實踐的是全球發展倡議安全倡議以及文明倡議 好 那麼其中在討論到的是中美關係的環節 中美的學者以及解放軍的軍方都針對台灣的議題 有一些犀利的評判 好 首先要來看到這個是解放軍的中將何雷 他在受訪時就先表示說 要美國不要感涉中國的內政 不要挑起事端 因為經常對台出售武器 接著還派一些美國的官員到台灣去 對台釋放了一些錯誤的訊號 重點來了 他更是喊話 不要對台灣的問題有所任何的幻想 或者是僥倖的心理 而在昨天的一場論壇 美中學者針對台灣問題在對台的時候 可以說是互相的激烈交鋒 並且速度相當的猶火化 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這是大陸的學者 這是復旦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吳新博老師 他就指出說 在美國看來雙邊的關係的本質是競爭 但他認為在中國來看的話 競爭是一個比較委婉的說法 因為實際上 美國還是在唯獨打壓中國 跟他對談的這個對象 他是曾經擔任過美國的副助理 國務卿的學者華自強 他則是回應說 針對台灣的問題 美中分歧已經很久了 那麼現有的框架 是不能夠滿足雙方的需求的 而吳新博他接著也提到說 拜登總統曾經和習近平主席說 美國是不支持台獨的 但事實上也不是好像是 你說的這樣子 因為他認為美國說一套 但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華自強他隨即還立刻用中文表示說 中國人說聽其言觀其行 但這句話就立刻被主持人說 這才是應該是中國大陸跟美國來說的吧 那華自強還回應說 實際上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 已經有非常大的不一樣了 所以這樣也是讓北京和台北 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那雙方針對相關問題 可以說是速度指求對決 好當然這個北京香山論壇 目前正在召開當中聚焦的就是 這些防務上的合作 以及軍事上的合作 那同一方面呢 美國的拜登政府也是加強 他們在印太地區和盟友之間的 一些bonding一些影響力 好來看到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現在根據白宮確定一個最新消息 即將在9月21號的時候 在他的老家德拉瓦州 這邊要主辦的是 四方安全對話 那麼這一次美日印澳的四國元首 都會來參加 好不過對於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在拜登政府 後拜登政府時期 真的能夠持續發揮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嗎 恐怕是打上一個大問號的 好因為就一個比較現實的層面來看 這就是拜登還有岸田他們 兩位的最後一次的畢業旅行 好因為這兩位都即將要卸任了 這個岸田他不再角逐自民黨的總裁 那麼也在10月開始可能就會有一個新的首相了 那另外呢拜登的任期也即將要屆滿了 可是呢這一次他們主要討論的還是聚焦跟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些緊張關係 可是這四位元首是否能夠有所共識呢 或者說他們達成的共識 是不是真的能夠延續到 美國和日本的下一任的新的政府 新的領導人上頭呢 這都還是有待觀察的 好持續回過頭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香山論壇 大陸的國防部長董軍 在今天就發表他的致詞 雖然是沒有點名 但是董軍他表示 大國是有大國的責任 他更強調不要干涉他國內政 要正視歷史和事實講心胸目 真誠相交 不帶傲慢與偏見 不干涉他國內政 不侵犯他國的權益 豎起國與國友好相處的基準和前提 美國烏教大廈在12號也宣布 這一次的香山論壇 美方的最高層級代表是 美國國防部的副助理部長蔡斯 他會率領的代表團 將會和北京和中國大陸的一些 軍事高層來對談 而美方將會重申 美國對於維持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的 相關的承諾 好這一屆的北京的香山論壇 中美的軍事高層 渴望直接互動對話 而大陸的軍事科學院的前副院長 解放軍的中將何磊 他就談到台海問題的時候 他就表示 美方不要在台灣問題上 有幻想和僥倖心態 對此前立委蔡正元 他就進一步分析 他認為美國對台灣問題 是以拖待變 因為他認為時間久了 中國大陸可能會失去 對台灣問題處理的動能 美國就是跟你打馬虎 對啊 美國就是要跟你干擾 美國說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給武器 對 然後每一次中國跟他講說 那咱們商量一下 美國你願不願像個朋友一樣 協助我們台灣海峽兩岸和平同一 美國從來不跟你說yes 不跟你說no 然後不斷的在後門出刀 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 什麼2758的決議案 美國更得呼應 這最早是台獨一些 不入流的一些學者 國際法學者提出來的 2758的決議案 他說2758的決議案 裡面沒有提到台灣 所以2758的決議案 不適用於台灣的國際地位 然後在美國國會 不斷的提案 不斷的提案去搞這個東西 那台灣就不斷的在出錢去弄那些 美國的一些政客 澳洲也 台灣也弄啊 澳洲也通過了 所謂的2758的決議案 不包括台灣的問題的議案 他就可以噁心你中國大陸 不停的噁心去戳你 他有沒有純幻想 當然有純幻想 美國在算盤中 我拖久了你奈我何啊 對不對 那個拖久了 他就覺得你大陸逐漸的 就會失去對台灣問題 處理的動能 他盤算是怎樣 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曠光清爽高防曬凝露